我们要跟各位复习的叫做光 光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重点 考试可以考很多很多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简单的光的实际 还有介绍的影子 我会跟各位讲本体跟半体 那个体特要用到 反射定律重要 那个反射定律就是这个入射 假如等于反跳就拿出来用 还有折射定律也重要 也常常出现会好 然后面筋跟后筋的成像性质 什么正立啊 倒立啊 相等啊 放大啊 实相啊 虚相啊 那也是经常会出的 之外那是光学仪器 那么基色也考过近视眼 远视眼的状况 这个考过的 还有给考过好多面筋 光跟颜色的关系 这里非常多都是基色会考过的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重点 都好好的学习复习记好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光处跟光的直径 那大家先讲是光的本质 光到底什么东西 光本质是电磁波 电磁波就是不需要介质就可以传递的波 叫电磁波 它是横波 你也不用管它为什么是横波 你就记住它是横波就好 它不用介质就在传播 没有介质可以传播 有介质也可以传播 我上课问过一件事情 你怎么知道它不用介质可以传播 上课问过这件事情 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不需要介质 但是有空气有水或零 后面也可以传播 那么这是一个重点 光会走直线叫做光的直径 光在什么情况下走直线 真空或者是均匀介质 那什么叫均匀介质 就是密度是一样的 密度是一样的叫均匀介质 光会走直线叫光的直径 那么光在什么情况下走直线 光在真空或均匀介质中走直线 直线传播 那影子就是光碰到不透明的东西 障碍物挡住了 那么后面就有个阴暗的区域 那就会叫做所谓的影子 叫影子 所以像日轨 影子跟我们地区要知道的日时跟月时 都是因为影子所产生的现象或者是应有 那么日时月时我们要地区的时候再跟各位上 这个就是光走直线的证明 影子的行程就是光走直线的证明 碰到它挡住 所以后面会黑掉 它不会绕过去 它不会绕过去 所以后面会黑掉 所以影子的行程 证明了光走直线 另外就是真孔成像 就证明了光走直线 那什么叫真孔成像 就是有一个小洞 然后呢打上去 然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影像 就会出现一个影像 这叫做真孔成像 这叫做所谓真孔成像 真孔成像有很多事情要请你注意 好 注意 打一个洞 一个像 打两个洞呢 就两个像 很多洞就很多像 但是如果你把洞都变成大洞呢 会变成模糊的量量 就是说没有像 就没有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重点 它已经动画显示了 它在内边呈的是什么像 导力 实像 那为什么导力 因为走直线 所以上方会跑到下方 下方会跑到上方 所以真孔成像是光走直线的证据 那什么叫实像 不是那里是光真的有道 像叫做实像 光线实际汇聚所 这叫做实像 所以一个重点 叫做真孔成像 成什么像 成导力实像 可是这里没有写放大还是缩小啊 为什么没有写 因为放大缩小跟那个距离有关系 跟蜡烛跟孔的距离 跟孔跟最后的屏幕距离有关系 那个可以用数学的相似三角形证诺 也有人问过这种问题 问他有多大 这一公分那几公分 那个计算就是去用数学的相似那样 你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不讲 所以这边真孔成像 一 它是光走直线的证据 二 一个洞一个像 两个洞两个像 一个大洞叫做 没有像 三 它所持的像是一个导力实像 因为走直线所以会导力 因为光线实一到月叫做实像 所以真孔成像成是一个导力实像 没有写放大缩小 所以与距离有关 那个请用数学的相似三角形去做 就可以了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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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